紧润癌就有了倾息性 有了攻击性 它会往外扩散 它有了这个能力 但是呢 它只是有这个能力 它不一定有去扩散 这个是需要大家非常清楚的 早期的 也就是说它有这个能力 但它还没跑出去 这就是早期的 所以早期的紧润癌 并不严重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 这几个字的时候 不要担心 不要觉得啊 麻烦了 要复发要转移了 甚至我见过好多 EA7的 甚至EA7的 那个节节小于一公分 它做完手术都要吃把香 要做化了 其实对于那么早期的 90%以上 是完全做完手术就完全治好了 所以做那么早期的 就是因为紧润两个字 做了术后的化疗 靶腔治疗 其实四药就有三分毒 那么对自己的身体带来伤害 对自己的免疫力带来伤害 相反起到了负面的影响 所以对于早期的 虽然爆了紧润 大多数不会有问题 所以没必要因为担心这个事 造成了对自己的另外的伤害 可能效果适得其凡 所以只要是早期的 不管它紧润不紧润 都是效果非常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